各位小伙伴欢迎回来继续来收看我们的课程 我们来继续完成我们的智能家居项目 那么这节课我们到了我们的网络的阶段 传感器和LCD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剩下一个网络模块 进行我们的数据传输 首先来看这节课的一个课程目标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TCP服务器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个东西 同时你要掌握了ESP8266的使用方法 这是我们网络的一个核心芯片 接下来是你的软件部分一个传输协议 它有什么意思 我们要在这里边做一个传输协议 最终你要设计到一套自己的一个传输模型 重点难点的还是你这个数据传输过程 如何进行传送 传送过来如何进行解析 考虹目标我们最终要实现了8266和我们的APP双向通信 当然8266由我们来在这套视频里面 详细给大家讲解如何做 那么APP呢我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用就OK了 首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TCP服务器 那么说到这TCP服务器的 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到网络传输模型 这里边常用的两个东西 那对我们搞硬件来说呢 上乘的什么HTTP不太容易做 那还有什么FTP也不太容易做 那么最容易做的还是比较底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UDP协议还有TCP协议 那么这个搞硬件的用到的协议呢 以这个为居多 那么首先看UDP协议 相信大家这个东西有的应该了解过 它是一个面向非列界的一个协议 那么也就是说它在正式通信过程中呢 没有必要建议建立一个连接 那不管对方是在线或者是不在线 你可以直接发送数据 数据比如说一些短信QQ随时可以发送 那它不能提高一个可靠的流控 还有差错恢复一些功能 那么UDP呢用于传输一些少量的数据 而且呢它的应用场合是对我们的数据可靠性要求比较低 而且呢传输比较经济等一些场合 那比如说我们的QQ里边 有时候你会发现呢 你的QQ传输发送数据会发生一个失败啊 那完全是因为它产用UDP协议来做的 TCP协议就不会产生这种过程 或者如果再往深研究的话 其实在视频播放里边也用的是UDP 因为在视频播放里边是可以缺少一部分东西的 那么TCP协议呢是我们要用到的 它提供了一个IP环境下一个数据的可靠传输 那为什么要说可靠这两字呢 这对我们整个这个项目来说呢非常重要 当一台计算机发送的数据的时候 我首先要向另外一台计算机来建立一个连接 也就是要打招呼 那么这个TCP协议呢 如果在网络里边详细介绍的话 它像我们的在硬件里边什么iPhone C协议呢 一些等等的 比如说我们学到的DST11了 它也有自己协议对吧 首先呢有一个什么起始 然后有个硬打 还有一些握手 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它进行数据的传输 而且呢在这个传输过程中呢 它会确保你的数据的安全性 要正确性 那所以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也要使用这个TCP协议 我们做这个东西呢 传输数据呢 要保持一个精确 你的数据呢 传输到你的APP里边 那要保证到数据传输的是正确的 在APP显示的信息是非常正确的 那不能说有了报警 你说没有报警的吗 或者你的APP传过来要控制的时候 要开启那个灯泡 它就开启那个 要开启那个电机 它就开启那一个 那么UDP呢 TCP呢 唠叨了半年 其实最最大的区别就是可靠不可靠 还有一个有没有链接 那如果在软件里面面试的时候 人家也会问什么UDPTCP有什么区别呢 那在这里边我们主要掌握就是一个TCP 它是比较可靠的 传输过来的数据比较正确 不会出生一些差错问题 所以我们要采用TCP协议 那在我们的8266里边呢 它也提供了这个东西 那如果没有提供的话 我们也是没法做出来的 ESPR8266呢 它提供了TCP服务器 TCP客户端 还有UDP 那提供了这么多东西呢 我们当然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用的TCP服务器 那配置好TCP服务器以后呢 安卓设备可以随时的连接 那这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8266配置成一个TCP客户端 把我们的安卓设备呢 配置成一个服务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涉及到一个数据的传输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综合来考虑的 我觉得还是我们8266配置成服务器 比较妥当一点 因为我们的安卓设备呢 可以选择不连到你这个8266上面 安卓设备是可以掉线的 那服务器这种东西呢 是永久工作的 对吧 随时等待一个东西去连接 那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做完了 我们的APP不是主要的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开发版上 这些东西 它在一直工作的 一旦它放到某个领域里边 它永远工作的 所以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服务器 是比较恰当的 我永远工作的 那我就可以随时等待 其他东西的链接 这也是一个服务器的 主要的特征 对吧 如果服务器一旦掉线 那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对于如何选择服务器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还是接下来要看的8266 是如何来进行设置的 那么8266呢 之前大家已经学过了 如何去操作 这里边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就OK了 主要是来配置我们的TCP服务器 手续来看我们的硬件设置 8266供电的是3.3V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 如果你接5V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芯片非常烫 你可以摸一下 那还有剩下 我们知道中间是有四个引脚的 那这四个引脚 那对于我手里边这款8266呢 它这个版本的 这四个引脚必须接高点屏 那这个和我几年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这四个引脚不接高点屏 那你的数据传输呢 是有问题的 你会发现有错 它的波特率呢 是115200 这是出厂默认的 那主要是要说的 这四个引脚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做的时候 会不会接高点屏 那对于我这个芯片来说呢 如果中间这四个引脚不接高点屏的话 这个项目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 下面就是我们的设置的TCP服务器 我们知道呢 8266整个在它使用的过程中 内部集成了一些AT指令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串口配置好了 它通过串口来发生数据 对吧 首先第一步要配置串口 那配合串口以后呢 我们就照着你的手册去发送数据 你要干什么 那对于我们TCP服务器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过程 首先第一个是复位 那么任何一个机器呢 尤其我们搞硬件来说呢 过来呢 其实一般还是先复位的 对吧 接下来是设置它一个模式 那么这里边模式呢 它有三种 你可以选择二和三的吧 那么第一种呢 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要保证 你的手机呢 能跟你的8266联系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保证你的8266 是可以向外发射WiFi的 那这个时候 你要选择模式二或者三 总之呢 是有一种AP模式 对吧 可以让其他的设备连上来 然后再有一个复位 这个复位是因为 我们这个模式设置完以后呢 在手机上会说 如果设置完以后 需要进行一个复位 这样才能生效 那么同时呢 这指令发表呢 会有一些印打信号 这个复位信号 它的印打是ready 那么模式设置完 印打信号是一个ok 那么首先 我们把它配置成一个 类似有路由器的模式 对吧 可以让手机连上去 那么接下来就是 它本身的一些 TCP服务器的东西 首先要开启一个多连接 那么这个多连接呢 就是意味着 我们可以有n个app 去同时连到你的这个服务器上 这就是多连接 那有的东西是一对一的 对吧 比如说打电话呢 它是一对一的 如果有别人过来会占信的 那发QQ呢 它就是一对多的 都可以给你发信息 所以呢 我们这个多连接可以开启一下 选择不同的手机都连上来 然后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 你的设备上都有些什么数据 有些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会开启的TCP服务器 那这是这条指令 那么这条指令 最主要是后面这个数据 这是一个端口号 对吧 那么端口号 一般我们这个数据是用的比较大 因为我们知道 在Windows或者Linux里边 它的前面的几个端口 1000多个端口 对吧 都被使用到了 还有呢 什么8080对吧 都被使用到了 所以我们其实 不管跟这个系统有没有关系 最终设置这个端口号的话 做一个特殊的端口号 不要做一个系统使用端口号 这是我们写代码的习惯 那这个8765端口号呢 完全是没有人用过的 是留给我们自己用的 下面设置一个超时的时间 那这个超时呢 就是超过了多长时间以后 如果没有机器连接的话 它会掉线 服务器会把你提下去的 大家会看到 如果你8266学习过以后 我们这个TCP服务器呢 是非常非常好配置的 对吧 几条简单的指令 那在发指令之前 首先要做的是 触手化你的串口 那这个就是 跟我有关系的了 因为我这个串口呢 首先串口1 已经被使用掉了 那在我们自己开发版上面呢 串口1 已经被连到外面 用来跟我们的PC机 进行一些数据的传输 所以你不能使用串口1 那我们只能使用串口2了 串口2是没有人使用的 配置的时候需要注意 它的波特率是怎么多 115200 如果波特率不对了 大家知道串口传输是 产生数据错乱的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开启 接收中断 那我知道我的APP呢 可能会向我们的 这个MCU发送一些指令 那所以如果你要等待 它的指令的话 只能用中断 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的8266 是如何配置的 我直接切换了代码 因为大家已经学过了 所以我就挑了代码 我们看8266 这是它的一个 粗手化代码 那在它粗手化这些 首先我们知道 是要有串口的 那我把它写在它串口里边 这是串口1 那么串口2和串口1 配置起来 除了这几个数字不一样 其他地方基本都一样 对吧 首先你要知道串口2 在哪一个引脚 对吧 然后呢 要把它配置成一个复用功能 我们这个引脚呢 是GPL2和3 而且是A上面的 PA2和PS3 这是一个 我们的串口引脚 那么整个这个配置过程中 只要我们对照的我们原理图 或者手册去找到了串口2 在哪一个引脚 那么你把上面这个函数复制一下 然后粘到下面一改名字 对吧 把里边相应的 首先要看时钟这一块 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配置的时候 有人图了图块 对吧 比如说串口配置呢 一和二 完全一样 对吧 那我就直接复制沾填 那么改的时候 可能总线这块有问题啊 一和二可能不在一条总线上 这个你要注意 还有呢 它的引脚 那么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二呢 是用的PA2和PA3引脚 把这些配置好了 然后呢 我们要设置它的 最主要是波特率 波特率是多少 还有我们要开启 它一个接收中断 那么其实整个这个配置过程中 把该改的地方改一改 那么大体呢 和我们上面的串口呢 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的串口配置好以后 就可以配置到8266 把它开启一个TCP服务器的话 非常简单的 照着我们这几个步骤 那步骤这里边都写得非常清楚 又发这条指令就行了 那么如何发指令 对于一个串口发指令的话 我们知道呢 串口有寄存器DR 给它写数据 就给发送出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发指令 我们看这一条指令 是如何发送的 首先呢 我把这些指令 转换成了一个16净的数 这个转换过程中 DAC不用自己算 找一个软件的 那么有些小的辅助软件 可以直接把一些字母 转换成一个16净的数 转换过来就OK了 把它写在这 那之所以转换呢 因为这个官方历程 首先是这样的 我照着它写的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边有回车啊 8266发送数据的时候是有我们这个换行这个结束符的 那这结束符是转换成16净是两个数据 那我把说我们用到的指令都转换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用循环发送就行了 那对于这种串口呢 一次性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 对吧 我们这么一串的指令是用一个循环一次性发送出去 那所以我们这里边会看到呢 有几个循环 不停的在发指令 然后发了这么多指令 而且发指令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呢 我做了一些延时啊 这个完全是考虑到它的8266这个工作起来 它的速度 它本身的速度还是偏低的啊 如果你设置的高了 你会看到它没有响应的 那这个我是测过的 所以我们的速度呢 可以稍微放的低一点 这个无所谓 这样保证它能正确的工作 对吧 所以我发指令的稍微发的慢了一点 这就是发了几条指令 用几个发循环来不停的发送指令就OK了 所以这个8266的初始环呢 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你直接选过了 我们做一个开启TCP服务器 照着它的指令 用几个发循环 发送就OK了 那在我们的组代码里边呢 首先第一步你要初始化你的窜口啊 在你使用8266之前 一定要初始化窜口 那如果你不初始化的话 那就不能用了对吧 不能发生数据 所以呢窜口初始化 波特率 115200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在里边应该有一个8266 我没写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就OK了 那去了 8266 OK 把这个复制过来 放到这儿 这时候你会将826完成一个初始化 那么如果初始化完成以后 我们应该选择一个TCP客户端去连一下对吧 检测它到底有没有成功 那最终就是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服务器 只要我们把它连上去就OK了 那最后我们来把它放到我们的芯片里边来测试一下 到底能不能连上去 那这个过程首先你要注意的是除了你的这个配置 还要注意你的模块IP是多少 对吧 我们TCP呢是面向链接的 想去连接一个网络上的东西 要知道它的IP是多少 然后你还要知道它的端口是多少 这个根据你在这块指令里边来做的 我的端口还是8765 IP呢 我们用电脑连上去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8266它的IP到底是多少 最主要是把端口号你要说对了 OK那么我们来开启我们的这个芯片看看 首先我们的硬件上来观察这个826这个灯 大家看它闪对吧 这说明它在发生指令 那么等它发生指令完成以后 我们来使用我们这个自带的一个测试软件来连接一下 那首先要劝保啊 我们的电脑是连在你的8266上面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8266芯片 雷上了以后你要查它的IP是多少 这是192.168.4.1 那查IP就不用我告诉大家对吧 这是比较好查的 那打开你的网络连接就可以查出来的 那或者我们来 用命令来查一下 在这里边找到我们的IPV4地址 大家看到的它的网关路由器里边是196.192.168.4.1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选择tcpclient了 那我们的8266现在是服务器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客户端 然后速度你的端口号876 connect OK大家看到连上去了 然后你也可以尝试去发上一些数据啊 我们发数据时候看看这个灯会不会散的 我们知道发数据时候了 8266这个灯会散的 大家看到数据 是在传输的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开了多链接的 可以有N个客户端一起来连上来 那我们来挑到我们的APP里边 那这个APP是我特地的为我们这个项目来制作的 这里边要求我们输入一个IP地址 然后输入一个端口 8765 那如果你输对了 它就回到这个界面啊 这也可以使用的 那最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我们某一个灯泡的开合观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来表明最终我们这个APP和8266是正常通信的 当然这个APP呢稍后会更加完善一点 做成一个特地的APP 这里只是给大家提前先演示一下 然后8266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边主要我们是要知道要使用TCP服务器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然后这里边稍微补充一下它的测试啊 那对于8266这种东西啊 我们知道它是通过窜口来发生数据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在我们的单评级里边编程的 可以直接拿来用这个软件来帮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窜口助手可以打开一个窜口对吧 那如何测试 我们现在有了开发板呢 把我们的826 TXD连在你开发板的TXD啊 然后RXD连在你开发板RXD 那为什么这么连呢 那这么连就代表了其实现在你的开发板上面的主控芯片 就是826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开发板呢 它是有窜口的 只要你连对了窜口那个眼角 注意啊 这个测试的时候一定要这么连 TXD连TXD RXD连RXD 这么连好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你的8266窜口已经和开发板窜口连起来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测试一下 我们直接在这里边可以发送什么AT指令对吧 在这发送就OK了 当然当然这个是大写的 那这个测试呢 大家应该知道不需要我多说 我只是担惊大家这个芯片会产生一些错乱 所以在我们使用代码之前 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这个芯片呢 做一个完整的测试 我们知道因为有些芯片呢 不需要代码 它完全可以测试的 所以在你写代码之前 应该是按照我这种方式 把你的8266测试好了 然后再写代码 这样才能确保你的代码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